我很愤怒,我被误导了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·阿伯特周五5月27日告诉记者 他得到了有关事件和对造成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死亡的校园枪击案的不准确信息 阿伯特在与州机构和地方官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了质询 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福利问题 阿伯特表示,警方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准确而详细的事件信息和应对措施 警方说,德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 冲进了一扇没有上锁的大门 然后在教室里的一个小时,杀死了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 随后一个战术小组冲了进来,击毙了他 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,关于周二5月24日大规模枪击案的最新官方细节 与警方最初的描述大相径庭 并对小学的安全措施和执法部门的反应提出了质疑 同样在周五,德州警察局局长史利文·麦克劳上校承认 警方在冲进教室之前,近一个小时等待增援的决定是错误的 麦克劳解释道,18岁的萨尔瓦多·拉莫斯 带着AR-15半自动步枪进入教室很久之后 包括儿童在内的幸存者都在教室里拨打911紧急救援电话 而警察则在教室外的走廊等待更多的援助 警察在冲进学校之前的一个小时间隔 似乎与许多执法机构采取的立即对抗冲突的说法不一致